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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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这时候房客直接报警 这时候房客直接报警 警察过来 发现房间内没有摄像头 那我们就倒霉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九成以上的胜算 于是我在安复他情绪之后 又回到了我们的房间 再次连接分析了26和27两个房间的网络 用DOS查询了下所在的网段IP 一个是192.168.3.1 一个是192.168.31.1 我分别打开了他们的路由器管理地址 31是X的路由器 31.1是X的路由器 那么为什么其中一个IP 为31.115的Mark生产厂上 显示却是一家路由器公司 还记得我们前面发的平面图吗 每个房间只有71平方 并且还是大通间 谁会在这样的房间内 装上两个路由器 115延迟是7毫秒 这个我感觉可疑性非常高 但如果它是摄像头的情况下 这个就是直播摄像头 来吧走 隔壁房间 走 你一个人就算了 你不用开门 但是我这样吆喝着跟你说 不太方便 你凑近了 你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我就跟你说 我在隔壁房间住的时候 扫描到了你这个房间有那个隐藏摄像头 可能大概率在这个房间里边 我就过来跟你说一声 你能看到我吗 可以 我给你说一个 隔壁号 你看一眼 你不放心 你先看我的 隔壁 影子不会说谎 你放心了 你再开门 我肯定看不到呀 我在外面说话是吆喝的 声音很大 知道吧 这样事情不太好 你搜到我了吗 防范意识很强 就应该这样 我可以配合你找一下这个摄像头 然后你报警 因为这个摄像头是直播的 它一直在拍你 你可以看一下吗 看一下是不是我 你们就放心了 他们不要 不能拍到你们 你不放心 我先让你看照片 然后你才能配合我 不然的话不好说 是吧 你可以先把那个关掉 让我们觉得很尴尬 你们是旁边就能跑到这里 我们就在隔壁住 是啊 我定的是1号 因为你们先定了 不然我们就定这间了 这个往这 不方便进去吗 现在 好 那就因为我们要拍这个证据 跟着我 对对对 你把你自己东西收一下 没有别的 行 大概率还在 但不一定在 不在的情况下 我们就不用报警了 我家里人打电话 那可以那没问题 随便 谷歌有300多万红金 应该供电 我们现在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就是有供电的地方 我都找一下 你不放心 就可以电话别挂吗 没关系 看这个镜子有没有问题 这里面没有 基本上这个洗手间很少 这个可能性 这是一个tvlink吗 小米的路由器 但这个是房间里面有一个tvlink这个路由器 一个房间是一个路由器 没有多个 对 所以说这个房间是有两个路由器 那个就是伪造的 这个基本上跟咱们那个房间是一样的 这个肯定是不会的 我打下一扫 以我的经验 那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信号之后 就是在这个附近 通常里面不是说有吧 我直接下手摸了啊 不摸的情况下 太耽误人家时间了 来 来 就是他 直接有 我还以为我生怕找不到 看到了没 看到了没 就他 是吧 看到了吗 跟哪个 哇 有没有骗你 我要是现在不来 我等你住两天 我再过来 你可怕不可怕 对对对 我这个你还不相信我 你比较警惕 我不是我 让你看 你不会让我进来 是吧 对对对 有你在还好作证 不然的话 我们自己来住这个房间 我们要就是全程录像 你在这个房间住了几天 你今天刚过来 今天刚过来 那你运气比较好 运气比较好 对 没有过夜 对 不然就倒霉了 我跟你说 用我的经验告诉你 这摄像头 它不是本地录像的 它是直播摄像头 它这个房间 有时候你还住了一个月 你怎么知道 它那个跟我讲的 它倒霉了 那它住了一个月 就被拍一个月呗 直播摄像头 你过来看这个摄像头 它是一个高清的 对吧 不要放 你不要 尽量不要放 看没 看到了没 它藏的还比较隐蔽 这是我扒了的 我想 我要不扒的情况下 你看能看 正常能看到吗 这根本看不到 我用这个设备 扫了半天 它就完全没有反光 因为它这个屏幕 是做了手脚 它屏幕上贴了一个 反反光条 除非垂直的打光 才能看见 如果稍微偏差一点 就看不到 上到五星级酒店 下到街边60块 宾馆都会有 它不单单是这个民宿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学习一下查找方法 不管你是住什么酒店 跟民宿没有关系 民宿相对来说还比较少 这民宿我们是第一次遇到 我们在隔壁搞了一下午 有80%的概率 我觉得它应该就是在这个附近 我才鼓足勇气敲你的门 看你定的是不是一间房 就是这间房间 你看我入住日期 是7月1号 这挺惨的 我本来不是住这里的 我就想了一下 要住一段情侣 你要被拍两天 那我们跑了1000多公里 连夜赶过来的 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不打一个提前量 减少一个受害者 建议你 我建议你是报警 我出差的 是出差是吧 以后都学一学 到时候我们拍视频的话 会都这个马赛克 我们基本上都是拍我们自己 再一个我们发现这个摄像头 必须要报警 你要不报警不行 是因为什么 你明天走了 下一个人他住来 发现这个摄像头 直接找你麻烦 是不是你装的 他这个就是还在运营是吧 直播的 他现在可以看到我 对你直接打110吧 到时候可以 at你一下 你现在没有被拍到 你可以放心 要被拍到 肯定不能at了 你长那么漂亮 被拍 喂你好 我在住的这个民宿里面 发现了一个摄像头 针孔摄像头 会运中心 鼓楼 吓人了 不过你没有被拍到 还好有惊无险 这个可以停了 没到大关系 你们是租客是吧 对 我们是隔壁的租客 怎么说都出回来的 今天中午的时候 你别摸我跟他们说 对对对 就是那个位置 然后那个是有电的 他电是从空调出风口 出来那个电线 很隐蔽 今天中午是吧 就是看不到 房东联系了没 没联系 还没跟房东说 对对对 没跟房东说 发热在运作 对这个摄像头是在工作的 今天刚刚才发现的是吧 对 他这个还不一定能拆下来 对你们直接拆不掉的 需要这样一层一层 把它剥掉 不不不 拿把剪刀剪刀有了 我给你拿一个 你等一下 我这个斜口的指甲剪 这个就慢慢可以剪掉 我帮你可以打个光 谢谢 民警在佩戴手套的情况下 小心地对摄像头进行拆解 打假的我视频我也看过 是吧 我们就正常了一个报案流程 把你们跟对事情的发现 我们都要去调查的 可以 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我那个查找的方法 我们在隔壁房间 之前房客的信息 我们也会去取证 对对对 第一个方法就是 我连接到这个酒店的WiFi 它是一个房间 或者一个楼层 是一个WiFi 连到隔壁房间之后 我发送一个ARP这个数据包 它就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反馈 抓到这个地址之后 它那个摄像头的IP地址 应该是115 我把这个Mark地址 发在里边的时候 它就会提示厂商 正常是交换机 或者路由器的一个品牌 但是这个房间 用的0米的路由器 还有一个0的路由器 不存在TP令克 那就是这个东西 它是伪装的 它不存在 所以说它就非常可疑 然后我们就判断 可能会在隔壁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 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 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 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 黑参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 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 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 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接下来